你怎麼會有什麼想法? 聖我就是把它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JEN 然後YUE跟LIE 然後JEN就是自制不JEN 然後我們為了比賽總有好的表現 然後YUE就是日記夜的投入 然後LIE就是全新投入訓練這樣子 然後我想這是每個運動員期望做好的事情 我覺得我的心態穩定很多 就是我不會 基本上不太會卻場 對 因為畢竟跟很多大賽型的選手 奧運冠軍一起比過比賽 不太會有壓力也不太會緊張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平常心看待 不要得失心態中 不要想著我去年進步那麼多 然後壓力就太大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一步一腳印 做好每一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循序漸進的上去這樣子 不管生活上的事情或是說比賽的事情 就是一件接著一件 然後就是也是很多事情沒辦法預料 但是就希望自己能夠敞開心 接受這一切 對 目前就是以三月多的亞之賽備戰 然後當中也有去外地做移地訓練 然後做一些對抗 有時候我會太心急太想要去備戰去比賽 然後之類的 然後就是希望讓我自己的心情心態 能夠調整好的 我覺得這是我比較需要學習的一個點 對 就是希望這一年可以把自己的成績啊 技術啊心態都做一個穩定 現在目前都是以速度跟籃上技術為主 希望今年機場比賽後可以破全國打奧運 很多人幫助我家人啊教練啊 所以我有責任不要讓他們失望 我要對自己負責 因為畢竟越來越大了也要成長啊 受傷我沒辦法訓練 可是教練他一直鼓勵我說 你沒辦法訓練沒關係 你就當作一個是休息 你練了這麼久的田徑呢 你讓身體好好休息一下說你成績會更好 途中有想過要放棄 但是就跟剛剛說的一樣 我有責任為自己的成績負責 然後為別人負責說 我現在不能放棄 還不到我該放棄的時候 還不到我結束的時候 我目標目前就是 希望自己能穩定的把成績往上提升 當自己在比賽的過程中都會有順境跟逆境 加上還有自己情緒起伏的時候 所以提醒自己要把心情靜下來 然後在球場上做出最好的盤斷 不管我覺得不管是在球場上 我覺得生活上跟人生上都是這樣 對 因為我也知道其實三十是一個分水禮 就是如果沒有再更好的話 可能會離開球場的事情會越快 所以我還是想打球 所以我覺得我會提醒自己 心態要擺正確 如果我還想打 我就要更督促自己 對 不管在任何方面上面 對 假設市 加油 台灣運動員 加油